当然第一类还有其他题目 在我们这个题本里面还有蛮多的 回去可以多多练习 OK那再来的话我们来看第二类 第二类的话请各位看一下202题 第一题的话就是倍数的判断 哪个数字是不是3或5的倍数 是不是3或5的倍数 也就是说将来如果输入什么呢 它这边有好几个范例 55 55的话你底下就要显示什么 55这个数字的变数是什么呢 5的倍数 multiple of 5这个数字 如果36的话你就要显示 它是3的倍数 那如果是92的话 它就两个都不是 所以It's not 这边就加 那如果是15的话 那就是两个都是 所以要写好几个判断 至少会看到就会有至少四种 所以这一题的话就是我们前面所学过的多重判断 那什么多重判断 我先示范一下 结果的话假设我今天输入执行 一样 我们会先需要一个input input的话就是里面一样它没有显示任何讯息 但是如果今天输入什么呢 比如说它这个题目要55 那我就可以执行这一个 它是5的倍数 55 Enter 没东西 那我程式是不是 再弄一下 好 输入55 Enter 现在程式应该没有Bug了 好 5 OK 再弄一下 OK 那如果说将来你们遇到类似状况 它有时候Eclipse 它有时候这边会弄一些东西 你把它全部停止掉 重新再执行 Terminal调OK 好 那比如说55 它就显示说它是5的倍数 然后再来就是36 36 是3的倍数 是3的倍数 然后如果是92 好像都不是 It's not 都不是 然后如果是15的话 那就都是 所以程式应该 其实我们前面有写过 也就是说这里面的话 总共会有4种 1 2 3 4 那分别的话你就变成用1负 如果两个都是的话 也就是说那这边可能要需要学会什么呢 至少几个 第一个 能够被整除的话 那一定是什么呢 求余数 如果除以多少的余数 除以3的余数呢 等于0的话 而且and 除以5的余数 也是为0的话 也就是都能够被3或5整除的话 那这个结果的话 Printer 这个数字 我输入这个数字 想要是15的话 就跑这边 它是 能够被3或5整除 OK 第一个条件满足 第二个条件的话 然后再来什么 前面我们有写过吧 当然我们前面是 我把它重来好了 Enter过 比如说我再把它back 第二个条件的话 你就L一辅 所以这边L一辅的话 那就是 再来做什么呢 能够被3整除 如果能够被3整除的话 那就再放一个 能够被3整除的话 OK 3或5全部都能够整 那就跑这一个 如果能够被3整除的话 那就再把这个Printer 拉过来复制就可以了 然后A这个能够什么 4 应该是3 of 3 and 5这个把它拿掉 不过特别注意 你输出的这个文字 将来要跟什么 跟这个上面看到会是一样 所以你记得如果可以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再比较一下 那个数字 空格 所以空格的话 我们可以用那个Printer加豆点 4 所以我这一串最好用 用跟着打 OK 所以我就用把这个复制过来好了 贴上 一模一样 OK 那再来的话 5的话 应该是下来什么 3能够被整除 再来就else if 然后再来什么 复制一下贴过来 把这边改成的话 改成5就可以了 那这边再把它改成5 他能够被5整除 那再来的话 最后就不用了 因为剩下来 3跟5能够整除 然后再来3 再来5 再来就没有了 意思是说 都没有办法整除 那就else 所以这边打个什么 else 冒号 最后的话 都不能整除 应该可以拿什么 拿这个 把它复制吧 复制过来 加一个Nuts就可以了 不过最好 因为这个考试也是一样 因为它插一个字都不行 所以你要比一下 看看那个 它云端上面Nuts这个 应该看起来应该是OK的 好 那这样的话 最后你再把它Run一下 层次都写完了 所以理论上 逻辑就一层一层一层的往下 有些东西 你不用从头再打 因为如果上面已经有的话 你就拿来复制就好了 OK 要特别注意 哪边可以 类似复制 像这边的话就是 这一段 你会不会跟上面几乎一样 差别就EL 所以你就自己再赌个EL就可以了 OK 画面呢 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这个三或五的背处的判断 那我们也先下课休息一下 待会再来看那个其他题目 那202 再来 待会的话再来看这个204